不好了不好了 大家快接切耳吸皮鞋 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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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接 小贝姐姐你快接啊 为什么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也太丑了 我才不要接呢 来不及了小贝姐姐 你快接切耳吸皮鞋 我就不要接 小贝 你为什么不接切耳吸皮鞋 什么切耳吸皮鞋 丑死了 我才不要呢 开始扫描 仅次到 有人没接切耳吸皮鞋 消除 小贝姐姐怎么消失了 一定是小贝 没有接切耳吸皮鞋 所以才消失了 西娜兄妹小雪 切耳吸皮鞋又要降落了 快接啊 我接到了 我也接到了 我们也接到了 西娜 你接到的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对啊 我们接到的都是钻石切耳吸 西娜 你的是普通切耳吸 我也不知道 我太紧张了 就没有接到钻石切耳吸 这个怎么办 西娜不会也会被消除掉吧 还是扫描 检测到 有人没有接到钻石板切耳吸 进行消除 不要啊 西娜怎么也被消除掉了 这个怎么办啊 我看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吧 也不知道 下一轮会降落什么东西呢 大家快看 又开始降落东西了 天啊 怎么是小笨 我接 我接 我再不要接呢 我还是喜欢钻石切耳吸皮鞋 我接 大宝 你怎么接的是钻石切耳吸 你应该是小笨提鞋 我再不要呢 我穿 大宝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哎呀 好疼 小笨你干嘛踩我的鞋 你不知道 英雄可以受委屈 但是你不能踩我的鞋耳吸 这句话嘛 大宝 你在说什么 开始扫描 检测到 大宝接到的和大家不一样 进行消除 不用 我知道错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那好吧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大口了 竟然吓的是起源之力 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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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呀 我没有接到起源之力 我肯定要被消除掉了 大宝 你怎么接到了两个起源之力 怎么样 离开吧 大宝 你能不能分给熊妹一个 不然熊妹就要被消除掉了 我再不要呢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起源之力 怎么办呀 还是走明 怎么回事 我明明接到了起源之力 镜头怎么瞄准了我 大宝 因为你不懂得分晓 所以 要被消除掉 不要 我知道错了 那我来问问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把大宝消除掉吗 觉得要消除掉的话 去花草依依依依 绝对不要消除掉 快蹲下 我们蹲 我不蹲 小雪怎么被带走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娃娃鸡王国 要把你们带走当娃娃 快跟我躲起来 跟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比图框王国更适合你们的地方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 晚上 你要带我们去哪 我们要回家 你们回家会被娃娃鸡带走的 我带你们去一个绝对不会被娃娃鸡发现的地方 不好 快躲起来 不要 小贝姐姐也被带走了 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是跟我走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爸爸妈妈或者凯莉阿姨 那你们就去吧 不过娃娃鸡出现的时候是我艾莎保护了你们 可不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小朋友们认为我们应该相信艾莎嘛 我不想被带到娃娃鸡王国 我们就相信艾莎一次吧 我不要带在娃娃鸡里 快帮我出去 欢迎来到娃娃鸡王国 接着了 揭露地点错了 怎么把消息揭露到娃娃鸡里了 我帮你出来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带到这里 我要回同学王国 我们是请你们来娃娃鸡王国参观的 我记了邀请信 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同意了 你们不知道吗 为什么小贝说妹和大宝没来 我不要到娃娃 我要回同学王国 你搞错了 小贝快出来 我不要弹娃娃 小贝别害怕 我们是被邀请来娃娃鸡王国参观的 什么 不是让我们留在娃娃鸡王国当娃娃吗 为什么要让你们当娃娃 我们需要小朋友和我们玩 把你们也变成娃娃 就没人玩娃娃鸡了 糟糕 我们被艾莎忽悠了 大宝和熊妹还跟着艾莎 我们得赶紧回去找到大宝和熊妹 我搬你们 大宝 你在说什么 我说我饿了 我也饿了 是麻烦 我去给你们找吃的 熊妹我接到妈妈的电话 妈妈说娃娃鸡王国只是邀请我们去参观 不是要把我们变成娃娃 我们被艾莎忽悠了 熊妹那我们快跑吧 不行 现在宝肯定会被艾莎发现 我们跑不过的 你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我们说你怎么这么骂 我肚子都叫好久了 是吗 我怎么没听见 哼 想忽悠我艾莎 你们刚才说的 我已经全都听见了 糟糕 我的肚子叫不出来啊 咕噜咕噜 艾莎你听 大宝哥哥的肚子叫得好响啊 幸好有熊妹在 那你们快吃东西吧 不行 艾莎给的东西我可不敢吃 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不吃啊 糟糕 艾莎肯定发现了 熊妹快跑 你们是跑不掉的 黑暗能量 给我力量 哼 跟我去黑暗王国吧 哎呀 快放开我 怎么回事 走啊 进王国 帮我们把艾莎带走了 我会把艾莎送到会议管理局的 你们以后 可不要随便相信别人了 一定要找爸爸妈妈 和这老师求证才行 我当然也不 一加一等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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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黑暗魔王 你们还不认真听讲 每人头上再加一份食物 呵呵 老师 我们一想认真听讲 可是榴莲太重了 呵 你们好好看看人家小雪和熊妹 看看人家两个 即使头上有再多的食物 也能照样好好学习 啊 好香啊 好香啊 老师 你为什么要我们头顶食物啊 我这样做 就是为了能让你们好好学习 让你们时刻保持清醒 啊老师 我们会好好学习的 好香啊 哇 蛋糕好香啊 我吃一口 小雪 你怎么能吃蛋糕呢 这个是道具不能吃 对不起老师 我不吃了 喵喵喵喵喵 汉堡也好香啊 熊妹 你怎么也把道具吃了 道具不能吃 可是老师 我饿了 好了好了 那你们吃吧 吃完了我再给你们发 谢谢老师 喵喵喵喵喵 好香的热狗啊 我也想吃了 喵喵喵喵喵 大宝 黑暗魔王 你们怎么不吃啊 老师 我们能换一个道具吗 可以 不过要这次的吃完了才能换 好吧 我们吃 大家来转转盘 选择自己上课的道具吧 大家来转转盘 我来 我转 啊 是苹果 我来 我转 乌鸣羊毛 改我了 我转 啊 是臭袜子 老师 真是认真的吗 你选中了臭袜子 你就只能用这个道具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大宝 你真倒霉 看我的 我这次肯定会选到好吃的道具 你说什么 不对 是好喝 你 好玩 黑暗魔王 我的道具不是让你吃的 也不是让你喝的 更不是让你玩的 我知道了老师 我不说话了还不行吗 我转 这是什么呀 这是未知盲盒 黑暗魔王 你明天才能打开 知道了 盲盒盲盒可开吧 这个盲盒是有咒语的 黑暗魔王 你要说三遍自己是大宝贝才行 什么 我说不出口 那你就没有道具了 那太好了 那我就把大宝的臭袋子给你用 不要不要 我说还不行吗 黑暗魔王是大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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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什么也不要还不行吗 不行 每个人必须都要有道具 眼镜老师 你在干什么 你快取消掉这个棋牌的规定 要不然 我就不让你再当老师了 哦 是小精灵 可是小精灵 我这是为了让孩子们 能更好地学习 小精灵 我们这样根本没办法学习 你不然让眼镜老师 取消掉这个规定吧 小雪球妹 你们觉得呢 我们也想取消掉 眼镜老师 听到了吗 快取消吧 好吧 我取消我取消 对不起了孩子们 大宝 数字大逃亡 开始 熊妹 快跟我来到数字八的圈里 好的加倍几千 大宝 你快跟我来数字六的圈里 哦 为什么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四加二等于几吗 知道的话就告诉我吧 开始 倒计时 五 四 三 来不及解释了 快来呀大宝 我才不要被淘汰呢 别 我来 大宝 你给我出去吧 大宝 大宝能及时进入圈内 消除 不要 回击解除 下一轮游戏 一分钟后开始 原来老爹 你明明是零 怎么变成了细 这怎么了 原来老爹 你也太过分了吧 反正只要不被淘汰 怎么样都行 你 数字大逃杀游戏 继续 每个人需要正确的进到对应的圈内 进错圈或者没进圈内 就会被淘汰 红圈里的数字变成了五和七了 我是数字二 小鼻姐姐是数字三 二加三等于五 小鼻姐姐快来 我们可以进入数字五圈里 好的小雪 我是数字七 我进数字七的圈里就好了 可恶 我是数字五 小雪 你应该跟我一块 五加二等于七 我们可以进入数字七圈里 不行的黑暗老爹 熊妹已经是数字七了 倒计时 三 二 黑暗魔法 啊 怎么回事 怎么就剩下我自己了 这下可怎么办 我肯定要被淘汰了 小北 数字错误 小厨 哈 老爹 你不可以这么做 屏幕节的小朋友们等会给你打零分的 为什么要给我打零分 他们才不会呢 我又没有做错 老爹 我们不喜欢你了 我才不在乎呢 反正小朋友们喜欢我就够了 黑暗魔王 加入游戏 太好了儿子 你也来了 熊妹 你是数字五 我是数字二 五加二等于七 我们可以进入数字七的圈里 想的没你们 老爹 我们要想个办法淘汰掉他们 哼哼 我有办法 只要把小雪拉来 我们相加就等于九 熊妹就会被淘汰掉 哈哈 老爹你可真聪明 倒计时 开始 小雪 你看那是什么东西啊 啊 什么 跟我来吧你 小雪 怎么办 是我自己在这里 我肯定要被淘汰了 糟粗熊妹 糟了 耶 我们黑暗战个胜利了 不行 黑暗老爹黑暗魔王 你们算了 我们才没有呢 骑骑人 你说是不是我们赢了 鸡头 顾着 顾着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黑暗魔王他们算赢了吗 觉得算的话 就发送666 觉得不算的话 就发送888告诉我们吧 我心里有留意 所以我们是很想赢了吗 对